是非常大的 因为原版很好 观众看到这个歌 但一定会期待的 你们要怎么去让别人觉得 你们是值得被看见 我之前表演唱歌 很多人说好听 是因为我是素人 不是歌手 可是这次我们在舞台上表演 必须得要达到男团的标准 一只赖飞鸟 给我唱一下这一遍好不好 你是不太敢唱的感觉 放开 你要大声唱出来 不用担心 练歌的时候都会很难听到 真的吗 对 真的 我上课第一节课 我老师跟我说是 忘掉你所有办法 就是大白嗓 对 你不要缩在里面 再来一下 大声一点 不要怕难听 无所谓 我们又没有上台 不要笑 不会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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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来 你看 这就很好 就声音大很多 而且音色出来了 这比你们弄得好很多 是吗 你唱的时候你 申哥就是一首一首教导 你怎么唱这一句话 每个人不足的点他都会吃醋 周深老师 他就叫我不要想太多 先放松去唱 你不要担心 你嗓子很高的 但我感觉我肚子用力的时候 他气就少了 因为你在瞎用力 诺言老师是一个理论大师 他理论一套一套的 非常准确 他讲的真的可以出一本书 之前有人说就是唱那个字头 不用太用尽 之前有人说断了 那个情绪就没了 有人说这样的又太僵硬了 要那个温柔一点 然后我们就让他唱 他一唱 是你的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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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的那一句 出来的时候就 跟他的理论之事 不能说一模一样 简直毫不相干 来 废话会说吗 废话 很生气地说 废话 你看你自己摸 废话 是不是 这就是动的 废话 说长一点 废话我今天是真的不想跟你在创造营2021多说 废话我是真的不想今天跟你在创造营2021多说 说 但是你看你这么长一句今天是说完了的 唱歌一样的 你能把这段说完你就能把它唱完 不要心得那么负担 你是自信一点 你位置灵活一点点 好 你也杨和嗓子 杨和嗓子 你也自信一点点 发出你中心位的光 好 好 我珍惜每一个在舞台上能表演的机会 想要留下最好的舞台 我觉得我应该能把它表现得好 希望能够当程妖王吧